我们认识神的途径 圣经上 我至少在这里 我只提五个 这五个够了 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五个上 好好的集中花功夫 我决定相信 我们对主的认识 已经够我们一生用了 第一个借着圣经 圣经是对神最直接的启示 因为 听伯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在原文里面叫做 神亲自吹气在其上 当神造好亚当 用地上的礼土造好亚当以后 神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 神吹气在亚当的身上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圣经上的每一句话 是神所漠视的 它的原文叫做 每一句话神都吹气 而且每一句话 主耶稣说的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圣经是很重要的 让我们认识神 不光是在字句 而是在字句背后 去读出他的经意 能够摸着生命 能够碰着灵 所以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而圣经也告诉我们 太初有道 那个道不是道路的道 是the word 这是神的话 the word 而且是用一个贯词加上去 不是普通的字句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所以这是借着圣经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 你们查考圣经 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所以好好读主的话来认识神 第二个 借着基督 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身子 把他给表明出来 神是个灵 没有人可以看 所以有任何人告诉你说 他看见神 你晓得这是错误的 这是异端 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身子 把他表明出来 主耶稣说 你们看见我 就是看见父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借着基督 我们能够认识神 你看见基督 就如同看见神 那我们怎么样子 来借着基督来认识呢 今天基督两千年前 他已经走了 大家觉得我们怎么样 借着基督来认识神 想想看 不要光听我讲 怎么样子 基督两千年前 来到地上 又走了 回到天上去了 我们今天怎么借着基督 来认识神 第一个借着世福音 对不对 耶稣生平 他来到地上 他怎么说话 他怎么行事 大麻风谁都怕 但是耶稣却动了怜悯的心肠 手摸着他 他在每一个的细微的表现里面 你去读世福音 正好我们今年要读路加福音 你好好去读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的反应 耶稣的情绪 耶稣所有的表现 他每举手与投足 都是神的彰显和发表 借着耶稣生平 另外呢 怎么样借着基督认识神 借着基督内住的生命 今天早上我们讲了 基督住在我心中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所以主在我们里面 在生命中所带给我们的经历 让我们体会到 我的神是怎样的事 明明是他做错 明明是他对不起我 主却感动我去跟他道歉 去跟他主动和好 这个生命是我没有的 这个生命让我认识 神里面那个宽大 那个丰富 宽恕的生命 让我认识神多伟大 所以借着生命 借着圣经所记载的 那么第三个 借着圣灵的启示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称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称透了 这是灵前二章 十到十一节 所以他说 除了神的灵 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 所以借着圣灵 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 求神把那赐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他 不是光头脑的知道 是真知道他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的指望等等 就是圣灵来 非常非常重要 我现在给大家列的经文 都只能够挑一两个 精华的经文 我们比较熟的经文 我要找到 可以证明的经文 归纳的经文 可以很多 所以我就点到为止 那就让大家知道 怎么回事就好了 所以借着圣灵 在我们身上 给我们的启示 那么第四个 借着受造万有 罗马书第一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他说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照天地以来 神的勇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你说 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 他怎么办 圣经上说 鱼丸人说没有神 有人会说 神显现给我看 我就信他 你通通在这句话面前 你没有办法站立 神说他的事情 关乎他的事情 都是明明可以知道的 叫人无可推诿 虽然眼不能见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例如说 我们讲到神的伟大 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你只要在旷野里面 深夜抬头举目望天 你如果有一点点天文知识的话 你看到浩瀚的宇宙 你看到这一千亿个星球 一千亿个银河系 你不能够不向大卫说 神啊 这个人算什么 你竟然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然眷顾他 你不能够不发出感叹说 神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你会对这个神的勇人 神性 神的伟大 你不能不敬拜的 你从很多的动物身上 看见母爱 我曾经讲过 有一种小虫 像蚯蚓一样 它生的蛋 必须是在鸟粪里面 有某一种化学成分 才能够让这个蛋 孵化出小虫 不然的话 这个蛋生下来是白生的 我那时候看电视 讲动物世界 孩子小的时候 我常带他们看动物世界 他就讲到这个 到了产卵繁殖的时候 在海边 就是靠近海边 这么多的虫 就从地底下冒出来 每一个都挺得高高的 像粗影一样 把头挺起来 等着天上的鸟来吃它 吃完了以后 鸟排泄 这些蛋都在排泄的里面 让它可以生下一代 游子民 你知道我看的时候 我心里面感触多深 那个蛇脊 叫人得生命 那个牺牲自己 在爱里面 肯牺牲自己 甚至把自己的儿子 都舍了的这种伟大生命 借着所造之物 向人显明 所以借着受造万有 我们可以认识神 从很多自然界的奇妙 你不能不说 宇宙中真有神 或是神那里真伟大 第五个 借着人生各样的经历 十度行诞十七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讲到神 祂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了 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 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祂说 其实祂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 存留都在乎祂 换句话说 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台阶 各样的经历 各种酸甜苦辣的经历中 你都可以来体会 来认识神 你看所罗门 他追求什么 他就得到什么 要智慧 没有人的智慧超过他 要经营财宝 外邦人每一年 献给他的纯黄金 六百六十六他年得 不要说一年了 你只要一堂年得 你们都可以退休了 我一辈子都够用了 那么多人送给他 他说论吃喝享受 谁能够比得上我 他追求爱情 娶了一千个太太 这是自找苦吃 他什么都追求 他什么都有 他要什么得什么 但是到最后他的体会 日光之下全是虚空 虚空的虚空 而就在他虚空这些体会的时候 他写传道书 他在结束的时候 他说少年人 要趁着你年幼 衰败的日子没有到以前 要纪念那位赵女的主 就是他在人生里面 发现世界上 没有一样事情 能够满足我这个小小的心 世界虽大 我的心虽小 大者难死 小者负 小小之心 唯有基督 能够叫他满足 这都是在我们人生里面 可以经验的 我决定也相信 今天在你来到戏谷 找到工作 上了Apple 跳到Google 你跳来跳去 你里面不会有真正的喜乐 如果你里面跟主的关系 不正常 没有在心里里面 得到满足的话 人生很多的遭遇 可以体会 像我年轻 十七岁那时 动一个大手术 家人爱我 陪我 为我祷告 他们陪着我 那个护士推着我 到了那个守住房的时候 守住门打开来 我回头跟他们说再见 才说到一半 那个铁门非常无情地 碰一下一关 把我所有爱的人 全部关在外面 底下手术完 我四生四死 是不是神经切断 我是流肿得很大 医生给我讲了 所有所有可能的副作用 出来可能残废了 脸歪了 嘴歪了 可能死掉了 可能出问题 那个门 碰一声的时候 所有的家人被关在外面 我从小一直自傲 一直感恩的就是 我活在一个 非常爱我的家 充满了爱的家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我发现他们再爱我 他们不能帮助我 他们的爱有限 我的人生 我的前途 我得自己去面对它 而且就在那样子 一种孤单无助 觉得人没有用的时候 突然神的爱 那么强烈地临到我 我觉得我好像 被主抱在他的怀中 一个孩子 受伤的孩子 害怕的孩子 在父的怀抱里 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 所以在人生 各式各样的遭遇里面 我们可以来经历它 来认识 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谁 所以这里提到了五件事情 借着圣经 借着基督 借着圣灵 借着神所造的万有 借着我们人生 各式各样的遭遇 我们都可以来认识 这位伟大的神 所以和谐阿苏第六章 那你告诉我们说 你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要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像晨光 他临到我们像恩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弟兄姊妹 当我们渴慕认识他 更渴慕来认识他 甚至追求来认识他 竭力追求来认识他 他会突然像晨光出现 像恩雨降临 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 对他认识所带来的祝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